那麼今天我們還要回到這個主軸的第六篇 也就是我們拿到的鋼藥 神說話了 神說話了 第三篇說什麼一起讀 認識神經的所事 忠告與解禁原則 今天這一篇稍微乾涼一點 這是稍微硬一點 但是硬碰硬常常是重要的 打根基不如導致打軟的 也要硬的 就是連水泥打下去是軟的 結果是變硬的 這一篇就是打水泥的一篇 我們能夠對聖經的所事 觀眾要說到底聖經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聖經是什麼 聖經講什麼 這個我們有問題 第二呢 聖經整體來講講什麼 總綱還有聖經的分段 它是怎麼分段的 最後還要看看 所有重大的真理 重大的事 解釋起來都有講究 都有法則 高的物理學 高的科學 高的化學 都有非常深的講究 連數學都有很多方式 原理 你不能違背這些原理 否則你就亂了 否則就不能產生精密度這麼高的電腦 更不能產生精密度 可以說最高的 是極其科學家大成的 所謂太空說 你知道太空說 上太空 到太陽 到太陽 到月亮 這些都不簡單 裡面是一點不能查錯 還有很多原則不可違背 這不過是地上物質方面所產生的原則 何況如果這本書是神說的 是神向我們說的 那我們要來解釋這本書 認識這本書 當然它一定有非常嚴肅 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的原則 但是那個原則沒有法勞 你的解經就解歪了 解經就解錯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一次講到 兩千年來教會歷史 許多讀經的人 讀出的一個心得了 解釋聖經至少有十大原則 是不能違背的 否則就會鬧許多笑話 否則輕則變成極端 因此這就是今天我們很重要的訊息 那現在我們來看第一大年 第一大年說什麼 從六方年來來 到底什麼是聖經 有一些以前略略提過 現在就六面一同來看過 第一年說到一起 聖經是神的話 是能被聖靈揮露 向上被風太陽 所說出神的主義 細血和淡化 聖經乃是神的話 是怎麼被說出來的呢 是神界的聖靈 花了一千六百多年 上一次我們說過 人類的書最長三十六年 文事大紀念 中國實際也不過十九年 但是這本書寫了一千六百年 從背景不同作者 卻是同一位作者即使的 那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靈 推動他們 像風推動 傳傳一般的 說出神的旨意 神的心願 和神的盼望 這本書 聖經 第一它是說明 或者說解釋 並發表神的自己 你要認識神的自己嗎 你要讀這本書 第一個 主的化聖經呢 是要來解釋 發表 說明神的自己 使我們認識神 使我們明白神 然後呢 也是說明不只神的自己 還說明神的心事 神的心意 使我們認識神的喜悅 祂的愛好 和祂所驗入的是什麼 那麼這本書 也是更是 大而言之 是說到神的計畫 神的旨意 神的目的 神的經倫 使我們認識 神在宇宙中 有一個大計畫 有一個大作為 有一個大的經倫 其中就包括了神 救贖的計畫 所以 聖經有話說 整個宇宙是按著神的計畫 被創造而勇敢 神不是有一天啊 沒事做 祂太大能了 睡醒了 沒事做 哎呀太無聊了 要有天就有個天 要有地就有地 要有外部就有地 跑出來跑出來 不是這麼輕輕的意思 你要知道 神是深思熟慮的神 神是有旨意 有目的 有心頭願望喜好的神 神是按著祂的旨意 造天地 然後造所有萬物 最後 不只按著旨意 還按著祂的形象和樣式 造人 將來會有一兩篇信息 專人講人 你聽完那篇信息 搞證不想自殺 而且還慶幸 我是個人 好的 興高采烈的唱 小我是人 我是整個宇宙的 真的 你會發現 你我做人 何人等有福 對 我做的人 中之人 成為基督徒 是福中之福 對 你要把人的結構 人的細細的分析 這個可以說 解開了所有歷史學家 所有思想家 哲學家 多年 長年的困惑 這就要從主的話題來解開 第二 聖經是什麼 黑字的 我們都值得一同來読 聖經是神的啟示 神的一切不難 周到開來 給人看見 第十一代 第十一代 第十一常在 床召外有之神明 寫到您的禁聞 聖經呢 是神的啟示 我上次表演很多嗎 來這包裝請您再上台一下 我是不是表演多一次啊 再表演一次 原來啊 這一切都是奧秘 聖經稱說 歷史歷代 隱藏在 創造萬有之神明的奧秘 有如何的安排 如何的經營 沒有人曉得 為什麼呢 這個奧秘是真蓋起來的 直到有一天 神向我們造明 在聖經中就叫做啟示 這個啟示是什麼呢 揭開奧秘 啟示 哇 handsome boy 這個啟示啊 是看見的 從神那邊來 是啟示 從我們這邊看來 就是說看見 看見什麼 看見地下 今天啊 聖經事實上 就是一幕一幕的啟示 揭開來 讓我們明白神 心頭的願望 隱藏在 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秘 如何的經營 然後還要知道 聖經到底是什麼呢 它不只是神的話 而且來源是被追蹤了血 聖經也是神的啟示 啟示 歷代人所不能懂的奧秘 當你沒有找到這個奧秘 你就覺得虛空 你就說天也空 地也空 人生 渺茫 在其中 但是你如果認識這個奧秘 你就要說 一切都是為了神榮耀的經營 第三點說什麼呢 聖經是神的呼吸 基督 基督 最大的快樂與呼吸 就是天天能借著神所呼出來的話 而接觸神自己 藏到神自己 享受神自己 把不住的神吸進來 你要知道 這位榮耀神 竟然在原文裡面 這裡說 聖經都是神所陌世的 這是中文的翻譯 但是不夠道家 不夠法義 真正原文的意思 聖經就是神的呼吸 那當然聖經就是神 把他內在的心情 意識 風俗 都呼出來了 為了什麼呢 為了讓我們 來得著神的心 神的成分 神的所示 在這個呼吸裡面 有神的成分 有神的味道 我們越吸入 就越難有神的氣質 你知道 中國古書 也有一氣質 對不對 或者說 所有的好書 你如來如去 就讓你面目可善 寫出一種 如文人的氣質 連做軍人們 他常讀書 就可以說 他們稱作 儒將 對不對 他有一種 文采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中國人講 三日不讀書 面目可正 那我告訴你 三日不讀書的話 面目全悲 真的 我們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亂賣 得了 沒有信 差不多了 我自己能見證 真的 三日不讀書的話 面目全悲 所以 彌陀真悠 告訴我們 讀書 叫我們遠離罪惡 因為你有罪災難 就叫我們對這個書的 聖經的胃口 失去了 求主讓我們作為一個 堅定持續 讀主話的人 這個畫裡面 有神的成分 第一 有神的成分 使人 一碰著聖經 聖經裡面是有靈的 因為聖經是藉著 神的靈 推動而寫出來的 所以主著話 就是靈 就是神 有神的成分 使人一碰著聖經的靈 就不只碰著神的思想 各位姊妹 你越讀聖經 就越有高超神的思想 而且呢 碰著神的觀念 更是碰著神的自己 和神的元素 越來越更好 讀聖經 讀多了 就有神的味道 所以就是神的理念 In the inner be 裡面的內在 呼出來的 所以 當我們讀聖經 摸著聖經中的 靈中的神 或者靈中摸著了神 接觸了神 接觸了神 就深深覺得 吸取了神 有沒有這種感覺 當我早上在那裡 也讀不久 太忙了 但讀一讀啊 我就覺得 哦 神的味道 神的氣息 又被我呼吸了一下 還有整天的動力 又感覺 吸取了神 享受了 嘗到神 享受了神 享受了神 吃飽 喝足了一頓 屬靈的大餐 這是嘗到神 甜美的味道 你讀世俗的書 你讀過的快樂 截然不同 你去讀地上的書 有時候你讀到一個好書 你也很快樂 我能見證 我能讀了不少好書 讀過之後 真的還很快樂 很有震撼 很有出現 但是呢 那個快樂啊 那真的是很快 就樂過去 但是佛祖的話 當佛祖祖的時候 那一個喜樂 是成為一個泉源 在裡面啊 一直供應我們 那如果佛祖的話 只有阿嫩的份 沒有享受的份 那我們就明天開始吧 我們還沒有定規禁度之前啊 大家就愛從哪裡就不哪裡 不過一定要福 下一回開始啊 我們慢慢來進入共同的禁度 那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強 世人忘圖了 那人陪拿圖 三股合成的繩子 不容易折斷 第五點 請讀聖經是 神靈與世主的神聖 聚靈發生 是神靈的發表 居所和平靜 是神靈的發表 居所和平靜 這是啊 你要知道 聖經 是神的靈啊 在那裡吹出來 神自己吹出來 神就是靈 是神的靈推動出來 所以呢 每一句主的話裡面 都有靈 這跟啊 世上的火化不一樣 孔子的話 有的也很好 招文道 信使可也 正好 但是你去導入 導入看 主啊 招文道 主啊 招文道 信使可也 沒有太想 歐流彭治 因為剛來 独入一五月 越乎 你怎麼導入看看 沒有味道 你導入道指 也沒有味道 為什麼呢 它裡面 沒有靈 缺少 靈的供應 靈的供應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灵是涵盖在每一句话里面 主主的话,你拿来读一读,再传播传播 里面这个灵就来供应我们 这是非常特别,这是独一的一本书,有神的灵统帐 因为圣经乃是神灵的化身,所以主的话就是灵 化身是神灵的发表,而且是神灵的居所 它居住在那里,也是神灵的庭界 你以为要被圣灵感动吗? 你都必须有圣灵的神啊,祂的化理道理 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感动的名下 我们听福音是怎么得救的? 听信福音,听听听,不知不觉就信起来了 不知不觉就多做神了 因为神的话就在那里做工,在那里运作,在那里感动我们 所以第一点,神是灵,灵是活的,也是真实的 却相当的奥秘抽象,不容易摸索,教人难以啊了解 像空中虽然有电波,但是呢,你很难摸索 但是,主耶稣说,一起读 祂的话就是灵,就是神灵 表明祂的话,还是神灵之灵的具体化身 那底下我说了,就如同啊,收音机的接收电波的时候 把超向的电波,就具体化身为,一个为演讲 所以呢,圣经是神灵的发表,圣经也是神灵的神,居住所在 所以,主耶稣就是化成了肉体 这位主甚至于被称为神的话 完全是一个 那么,我们借着运用灵,就接触祂的话,而得着那是神灵的灵 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者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听人讲什么的话的时候 听见的是化,但是呢,因为他讲的人用的是灵 听见的是化,但是你碰着的是灵 所以你得着的是神的生命 很奇妙,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听见的是化,碰着的是灵,得着的是神 所以最好,你要得着身,得着实际,你就要学会说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都好 这个阿们啊,就是我牺牲,我赞成,我同意,我接受神的话 阿们,你会不会说? 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主的名字不只叫神的话 主的名字也叫做阿们 主的名字多耶,阿们原是同同恩 所以我们还可以啊,一起说阿们,等于说主啊 因为神的名字也称为阿们 所以在救援的里面,当他们宣读主的话 所有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 阿们,他要两次的名字 他要说阿们,阿们,今天我们只有一次,你还不跟阿们 阿们,那真是可惜了 阿们,这样我们都说主的名字 阿们 能够,所以这第三点,一起唸一遍 第三小点 阿们 阿们 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圣经是一本生命主使之书 阿们 是一本生命主使之书 一根一粒一粒不能坏生命的种子 阿们 他曾经说啊,你们得了重生 你们再生一次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阿们 当我们从父母而生的时候 所得到的那个种子是能坏的 八十年一百年都要过去 但是圣经竟然有一句话 经过这几场,我们已经知道了 圣经的的确是神的化 阿们 神的化有一句话说 噢,你们得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这种子是什么? 是借着神活而长寿的化 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就是这种化 来讲一句 草壁不干 花壁雕谢 其中的内容 人啊,就像草一样 草壁不干 花壁雕谢 但是,得着的这个生命 这个化 是永不凋谢 对 你们只会想想看 所以这里说 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 所以慢慢 到下一周你就要看见 圣经主的话 它的威力是强 第一是种子 种子 种子是带着生命一切丰盛 不要小看 小看种子不好看 所有种子都不好看 种子的干干别别 黑黑硬硬 对不对 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把它种下去 诶 它里面的生命爆发出来的力量 哇 就长出一棵植物 哇 就长出啊 这个什么 蓝花 各种的色彩啊 有一种蓝花 我很喜欢看 叫Dancing Girl 对不对 那个蓝花就看起来 就像一个跳舞的小女孩一样 这是很可爱 各种蓝花 你要知道 种子都差不多 但是呢 里面都有这些生命的素质 可惜 这些花都是草皮枯干 花必要谢 你要知道 我们得到一个种子 叫做神的种子 有神的基因 有神的染色基因 进到我们的里面 想想看 如果这是真的 这还得了 而事实上主摸 我的画安定在天 我的画一点一画 不能被冲 所以我们要说 圣经是生命的书 而这生命 就是基督这活的人为 所以基督是神 怎么样 活的画 这位主耶稣是神 活的画 因为他的画 成了肉身 而圣经是神 写的画 写的画 为了证明活的画 介绍活的画 活的画 为了让我们活出 写的画 所有的准则 所以基督徒的蒙恩 就是我们里面 有那种佛化的灵 外面有万古不灵的画 里面有包罗万有的灵 那么以下就有几书圣经节 给你看见 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 怎么说呢 说他穿过战过血历土 他的名称为神的画 他是谁啊 主耶稣 他的名称为什么 神的画 所以画成了他 画成了肉体 而这里说 他的名称为神的画 所以每一次来到主的画面前 你要说主啊 我要来到地理面前 因为约翰说 但记得这些事 圣经记得那么多事 是要叫你们认识 耶稣是基督 如果他的名得生命 这里有一处说 耶稣在那里 他的名称为什么 神的画 这个给你什么印象 像我们在打开主的话的时候 当然你不敢说 这就是神 所以我说神啊 不要这个有点破 是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黑子白子 就是 白子黑子 白子黑子的深处 你要越过表面的词句 到里面啊 你用灵来推的时候 就读出 活着主来了 你会干净这些事 基民到外 希望你认识 耶稣基督 是基督 是佛神的恩神 要因他的名得神的恩神 真好 基督说什么呢 马太四章说 耶稣却会要说 今上今者 人活着不是太好熟 乃是把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 所有圣经的话 都是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 这就是刚刚说的神的孤出 耶稣 我们再看一章 那你说 太初有化 化与神同在 化就是神 来快 上来一下 太初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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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是什么 因为圣经啊 写得很特别 不是说太初有神 这才对嘛 神啊 满肚子都是化 然后神就说化 不就很顺啊 那圣经不这么写 他说太初有化 那给你感觉这位神啊 是满肚子都是化的神 看见没有 太初有化 有化就是满肚子都是化 一个人没有化 这个人就很孤僻 一个人没有化 这个人就很奥秘 对不对 对不对呢 圣经说到这位神啊 摘出又化 这个人还有重力的 还有精神的 还有计划的 还有想象 还有思想 还有观念 阿们吧 阿们 化竟然与神同在 你看 化与神同在 后来再来一句 就不懂了 化就是神 化就是神 然后到了一章十十年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 看 化成了肉体 至少将主在我们中间 风风满满的有恩免有实习 化也不是神 圣经也说化成了肉体 也说神成为人 对不对 化成了肉体 弄出来 要带着化 带着神 但是谁 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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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啊 录下来 你都懂的人啊 你这些人都是 阿哒阿哒 什么搞的都是阿哒族的 什么回事 都是 大脑不清楚 是啊 搞圣经 搞三一神 搞到不了大脑会不清楚 因为太奥秘了 就是哪里把人搞清楚了 那哪里太了不起了 哪里把人搞不清楚了 人要认识这位神 太奥秘了 我们只能照神的话来认识祂 我们只能说 哇 哇 怎么这么奇妙 这里 后面就说 太奥有话 话与神能在 话就是神 底下说 话成了肉体 支拉脑会在口中间 风风满满的 有恩典 有实义 这就是主耶稣来了 对 对 请看 这就是我们看见 圣经是神的话 它是从道理 圣经是什么 六方面来看 那么这个都已经讲过 所以说实在 我也花太多时间了 以下我要拜法加编 来到这些重要的点 一二大会说什么 圣经 一二大会说什么 圣经 到底整本圣经 我们还没有生物之前 讲什么呢 来一个总介绍怎么样 最简单的介绍 到底圣经讲什么 你要说圣经 首先讲四大人物 圣经讲哪四大人物 第一 讲神 一二讲什么 大大 第三讲什么 人 第四讲什么 圣经 圣经啊 就讲这四大人物 第一 神 第二 撒旦 第三 人 这三个啊 就是神要得国人 撒旦要破坏人 而神啊 就要来破解撒旦的诡计 来完成神的旨意 神就来成为奥秘的人 耶稣基督 这就是圣经整个奥秘的结构 神来做什么 两件事 撒旦来做什么 两件事 都是两个动词 神 想想看 来 我们来读读看 圣经的总纲 第一 全本圣经的总纲 是什么 神气化创造 撒旦被盼破坏 人落落死去 基督救赎见证 我告诉你 这一段话你背得起来啊 你把圣经掌握了 你们看 协定抓起来了 神在宇宙中 有一个计划 然后不止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来创造 神计划创造 就是说 圣经第一 神计划创造 但是呢 第二怎么样 这个撒旦来了 撒旦怎么来的 邪灵怎么来的 乌鬼怎么回事 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专题 那一天啊 那真是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了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到底撒旦是怎么回事 魔鬼是怎么回事 乌灵是怎么回事 这些啊 我们都要了解 而今天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几乎都被这些所打杀了 所以撒旦仍然猖狂 所以神怎么样 计划创造 撒旦第一件事 成为撒旦的原因 祂被判了 本来祂是天使长 本来是极其光明 极其美丽 但是因作祂骄傲 所以骄傲在戴坏先 人心在跌倒之前 但是啊 跟神同等 祂骄傲了 以至于 祂就成为神的对头 撒旦起来怎么样 被判 被判之后呢 破坏 当一被判 就立刻造成破坏 破坏什么呢 破坏神创造的一个秩序 也破坏神心头所要完成之命的人 再来一遍 圣经讲什么 讲神 新化創造 撒旦 被害破坏 他一破坏啊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 人 人怎么样 堕落失去 人就堕落了 失去了神 神也失去了人 堕落的时候 神又失去人 人也失去人 所以说失去是双重的失去 你想想看 所以就兵败如山 我们说 理念一小乱 天下一大乱 天平地平 人心不平 人心若平 天下太平 人心若平 就被搅乱者搅乱 今天呢 天下大乱 家家有本难列的基因 每一个社会都有难处 每一个国家都有投入问题 整个世界就是个乱局 怎么办 怎么办 感谢主 有一位要来 他是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说 地上的国要成了 我属 所属 基督耶稣 哎呀 李弟兄 李弟兄啊 说法很有智慧 他说 如果你知道 有一家学校快要关门了 你会不会申请这个学校 如果有一家公司知道 年底就要倒闭了 就要结业了 你会不会赶快抢个头去 申请进去啊 你知道他要倒闭了 你马上啊 哎 算了算了 我还是另模高就 对不对呢 主 您又说 您要知道 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 是要倒闭的 是至终 神要来接受 地上的国 要成了 我们主和主基督的国 阿耶 所以你到底要在哪里就业 当然 进入神的国 阿耶 你知道这个公司啊 是又开放的 你干嘛加入这个公司 与他同仆 所以 这四年啊 我们看话大家记得住 说在重点中抓住 全本圣经的总童是什么 神精化创造 杀爱 背叛破坏 人陀落实际 基督救赎建造 今天做什么 两个大事 第一 救赎 就把原来 远离神的 原来又是有坚决的 全部带回来 对 基督救赎 然后呢 救赎之后 不是闪渣渣的能够我们 而是建造我们 成为教会 成为他的心腹 成为基督的身体 至终成为新约路杀人 太奇妙了 那么第A点 说到啊 总跟中 来一起读啊 总跟中 总有四个人物 神 撒旦 人 基督 每个人物 都有两个公司 必须老进 基督 不仅来寻找人 救赎人 正要将蒙救赎的人 建造成为他荣耀的照位 奥秘的身体 还你的性命 终其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 那么你若分开来看呢 旧约新约 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刚刚的结论 旧约的总刚是说到 神创造 撒旦破坏 人落落 而神呢 还没有拯救 是应许基督来救赎 所以那时候神就跟夫人 要宰牛 要杀羊 献祭 献祭 献的牛羊呢 做罪的遮盖 牛羊的血 并不能除去人的罪 是暂时遮盖罪 而直到主耶稣来了 圣经说 看啊神的高羊 除去是什么罪 原来旧约的高羊 你看我们中国古代也是 都要杀牛 宰羊 那时候才不杀猪公的 朱是不杰的东路 所以圣经不杀 都不杀来献祭 清楚吗 中国也清楚 古代也不杀猪公 后来异教进来才是这样的 本来也是杀牛 宰羊 而且祭天 那边叫天坛 祭天 从此也没有说 祸罪 祸罪于偶像 无可导演 祸罪于天 无所导演 他对天有特别尊重 中国人对天有特别尊重 他说我们要知天地 要顺天 要侍奉天 要侍奉天 要敬天 要为天 至终说 要天缘合一 这些高的思想 事实上跟圣经的思想是接近的 只是他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路 主说 我就是道路 Amen 所以 旧约说到神尊造 商量莫外 人作诺 而神呢 就是应许基督来拯救 那新约是说什么 基督照着神的计划 还救赎罪人 建造造会 太好了 救赎罪人 建造造会 这是圣经的总纲 然后呢 再来说到圣经的中心思想 总纲是说到内容的全部 中心思想说 这个内容主要为了什么中心 这个中心思想啊 你若是先不看纲要 想想看 到底这本圣经讲什么呢 至终你会发觉 整本圣经就讲 宇宙中一个荣耀的罗曼史 圣经主要是讲一个中心啊 所以尼弟兄的特别中说到 基督是宇宙的中心 圆中和普及 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得基督 都扩大基督 然后彰显基督 基督是生命 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生命 永远的生命 而且呢 长大生命 然后呢 流入生命 很简单 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得基督了 都扩大基督了 都彰显基督了 都得生命了 都长大生命了 都流入生命了 然后呢 难道就变成一个一个宝贝的基督徒 宝贝神而已 而且被变化成为真珠宝石 而单个在那里吗 神说要把这些材料都建造在一起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照慧 这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就是新耶路撒 这里当然很多金银宝石的说法 都是一种预料的说法 不是真正 我们前一番地球 一片一块宝石 以后我们看到他 就帮忙了 我是前一盘 顺住鼓 你懂这个意思 珍珠宝石 基督都是神的素质 我们遇到三一神 外国说 我们要和神 避相避相 对 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 向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合得得好 所以我们来看 圣经的中心是什么 两大点 经典说到 基督与造卫 第二点呢 生命与建杀 就是一个 你看到没有 基督 而基督说 我就是神的 我来了 叫你 是要叫你 得胜利 遇见得得更我身 而得到结果 你我所有信主的人 基督 信基督的人来在一起 就成为造卫 而这个造卫 是要被建造的 所以呢 中心就是基督与造卫 然后呢 生命与建造 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基督与造卫 生命与建杀 非常好 底下就可以很快 请大家看就好 因为我们都很熟悉 基督与造卫 这是极大的奥秘 这当然我是指的基督与造卫 说呢 包括说的话 圣经不光是启示 基督自己是心啊 同时呢 也启示 基督的配偶 基督的身体 就是造卫 当然 现在我希望在座都能领会 这里用造卫 原来是用教会 但教会这个翻译啊 是从前师爷们 他们呢 观念里 就是基督教的教会 而现在已经看见 火调不清了 佛教也有佛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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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也道教会 不知道怎么办 果然是教会 宗教的会 但是呢 在圣经里面 原文的教会词 是Ecclesia Ecclesia这个词呢 一点没有教的感觉 圣经有基督 请听 圣经没有基督教 圣经有基督徒 圣经没有基督教徒 圣经有信徒 圣经没有教有 教才有 不教就没有了 不 圣经完全是说到 基督要进到你里面 成为基督徒 所以这里才把教会这个词 后来我们学了谁呢 学了神造会 神造会 这个翻译最对的 教会什么Ecclesia 蒙神呼召的会众 从圣经里呼召出来的会众 造会 这个翻对了 所以至终 我们还采取这个翻译 造会 要习惯它 因为这是原文里 翻译的一个准确的一步 那么在这里说 圣经目光启示 基督自己是新郎 而且呢 启示造会 也是配偶 是新郎 B 在宇宙中 神是唯一的难死 人是神的配偶 人若没有神 诸从法复一样 神若没有人 也如同一个无群的难死 圣经有非常强的这样的思想 还有底下说 圣经的的确是一对宇宙配偶 最纯洁 最神圣的罗曼时 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节 也很惊讶 有这么一句话 你就读读看 因为 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万人之夜有花 是他的名 你能习惯吗 这是神的话 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弟兄们 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弟兄们 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圣经神圣的自强 是 在神的眼中 你我弟兄姊妹 都是姊妹 是 都是配偶 是 他是一个团体的配偶 是 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万人之夜有花 是他人 是 又是二章二节 说什么 心打人怎样 取悦信物 也许神 也要照他 取悦你 因为你二章二节 那你说 你去 向耶路撒人的人 的耳中 看照说 耶和华 如此说 你幼年时的恩爱 幼年时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 在未曾更众之地跟随我 我都记得 我看到 好多高中的 國中的青少年 也住在这里 我珍惜 我都要学会说 主啊 这是我对你幼年时的爱情 甚至是定亲时的爱情 定亲是什么 定婚 engagement 你要知道 你定亲 所以宝宝说 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王 现在还没结婚 那是等到主来的时候 千年活路了 千年婚宴 而现在 我们都是许配给基督王 明弟兄有一本书 值得读 他叫我寡妇 妇人 童女 是不是这样子呢 寡妇 妇人 童女 他说 旧的主今天不在地上 我们像寡妇一样 没有人考 旧的主是我们的丈夫 我们像妇人一样 热爱我们的丈夫 旧的主 我们是许配给主的正解的童女 我们像童女一样 洁身来为着他而活 这是我们今天在秋庸地上的态度 第二 生命与建造 读读看 生命与建造 是圣经经人且中心的启示 以下这一段话 曾经圣言里都会读到 我来读读讲讲 神的创造是以生命为中心 你看刚刚创造的时候 都是生命的故事 神创造人之后 就将人安置在一个原子 因变缘的中心 你要知道 神把人造好之后 就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地球上 放在地球的中心 因变缘里 放在因变缘的中心 生命树面前 生命树就是神自己做生命 然后要人把生命树的生命 做到 吃到人里面 你想想看 你称为谁啊 你称为宇宙中心的中心的中心 因为生命树跑到你的中心去了 这就是神的目的 至终我们可以和这位 世中心的神 合而为一 连接 调和 定和定 这是一个生的思想 所以神将人安置在原子当中 中心 生命树跟前 表明要人接受神自己做生命 那诗篇的作者呢 享受神做生命的源头 而新约里 基督来了 要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好 来 是要教人得生命 好 来 一起读一下 永至于生成内 愿有十五四处 是生命树 是因生要成为同救赎的人 永远生命的供应 直到永远 祂要成为我们的供应 那么 心 在新约的起头 旧约的起头 从伊甸园 就流出了河 它所产生的 表示说生命的供应 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了 精致 表示神不能坏的性情生命 珍珠 表示老是族 旧属里面 分次的生命 洪阿老 表示圣灵 变化我们产生的珍贵宝石 都是为神 建造的材料 神主亚当的身上 取下了肋骨 给她建造的一个女人 名叫夏娃 这就是心腹 幼子妹 这里都有孕医 是不是呢 就像我们今天是 从主耶稣肋庞裂开 流出了生命 建造的造位 也是造位 建造的育苗 至终这心腹 成为一座建造的成品 名叫什么 新约中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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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简单地说 基督灶废 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 基督灶废 好了 所以你看今天是不是比较干凉 比较重要一点 有没有开始想睡觉 等一下还要唱唱 还要唱唱 付付一个 现在我们来看看 圣经是怎么分化的呢 有两种分法 在很多的解冰家 有两种分法 一种分法 叫造的结构来分 就是摩西古今 然后历史书 然后诗歌书 最后先诗书 或者说声言者书 到了下一步 我们要介绍 所有翻译的版本 你知道英文的翻译版本 几十种 四五十种都有 而中国版本也不少 我们至少要介绍几种 让大家知道 然后至终你要看见 恢复人的老贼 所以下一周 可是不要错过了 在这里 声言者就是翻译的问题 以前叫先知 但是认主却是声言者 有一位也这样翻译 那里有一本书叫 吕正宗短短 吕正宗弟兄 翻译成声言者 这是准确的 是好的 底下 新约也可以照着 这个结构来分 是分作 四不一 行转 书信 运言 那这个 总共就约记绝呢 三约 新约记绝呢 十一 好不好记 不要管他三七二十一 要管他三十二十一 而且我们就忘记了 有共三十九 三乘九三十二十七 所以不是管他三十二十一 管他三十二十七 就约记绝 新约 新约 管他三九二十四 对啦 所以要记住 我这个最新的一本书 事实上只有这本书 需要你记住 顺便记一下 总共有多少结啊 一 诶 诶 讲得好 前一八九 一一八九 一一八九章 有什么绝项 一一八九 诶 一个一个都和白白和旧 一一八九 那意思是吗 意思说一遍吗 几章 一一八九 很好 那么圣经来源照什么分 照零的经历 属零的经历来分 简称零利来分 这是最好的分法 是我们前面最新的 什么分呢 很简单 简单明瞭 历史书 经历书 还有预演书 简不简单啊 历史书 从创世纪走过十七年 讲到以色天 说到从创造宇宙 讲到以色列 背舞归舞 而经历的书呢 胡拳 有机会我们要好好讲过胡拳 很精彩 叫什么 博诗真传歌 说得顺一点 博诗真传歌 这些都要很顺啊 再来的一年书呢 就是从赛堂 直道 马拉基 做十七年 那么 新冤也可以分三部分 历史书 是回音加上行传 经历书 摩马书到有大书 还有预演书 就是历史诺 好 有这些认识之后 就有准备 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真正的苦丹 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打起精神来 以下呢 来唱一唱 圣经目录歌 钓右四本 右手 怎么唱的 床出地理神 术师的上上 黄黄太来 让你去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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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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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身 2015 scene 如果大家切手一点,我们要看圣经就不会有种党! 所以我们来看,解经的就是解释圣经的十大原则 一起来读这一字,解释圣经,解经的十大原则 这些乃是经济学来源 从许多读经之人多年的经验中 慢慢产生出来的原则 有如来有同名及其保隘 这是真的 这些不是我们少数弟兄们创出来的 乃是历经至少两千年 从许多读经之人多年的经验中 可慢慢许导出来的原则 有如乃游和风力般积极地保随 那总共有十年 这十年哪十年呢 先把黑字一口气读读看 要顺识明练用脑子搞清楚 第一 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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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一句一句一句 或一句一句一句或一句一句 不得借用离乃写和自免写 三 一句的新闻不能代表你的完成完结的真理 需要不到上下文甚至全部新闻 四 每一句的新闻都是身体中所有真理的一部分 都包含在身体中所有的真理里面 五 反正一个真理是不能牺牲任何少数的真理 必须尊重民族的经纪 必须尊重民族的经纪 要全部圣经都能和泄荣 外来才能和泄荣 清楚吗 第六 凡事对后的句子 乐军都是相等的 七 不要被罪 也不要无畏巳 也不要无畏惫 而不明白圣经准确的意义 8. 圣经你神对人说的话,必须注意时代的分别,不得法与法时代的话,明会把分别时代 9. 必须注意神经中之说的话,对象的不同,神对人说话,最少有三种归相,国外人、外国人和造卫 10. 九月的人十五,若心灭中被人说是预扬,且今始终无法当作预扬,只可借用作预扬 这十年非常的重要,当然对我们刚开始认识主的话,也许我们说我还不到这个地步,不用知道 那至少你会配合一件事,原来前面弟兄,他们在这里解开圣经,断定真理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谨慎 他说你要做无悔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主的话,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光来,叫愚昧人通达 所以主的话必须解开,但是解开的时候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 圣经就解释错误,马上就带来教训的错误,就带来代理的错误 比方说圣经里面非常紧张一件事,不要有圣禀阶级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的实行啊,我们没有地位的观念 在我们面前都是英雄的姊妹 但是呢,你就看见很多的,特别是天主教里面,有非常严格的,有非常明显的 就是平信徒,修士修女,神父,然后呢,主教,然后呢,大主教 最后呢,苏姬鼎教,也就是红衣鼎教,然后苏姬鼎教,大概七十几位 在公务选,推选中一个教皇,他这个制度怎么来的呢?乃是在第一世纪末 那时候啊,约翰的门徒,有一位弟兄啊,他叫以德纳吉 他有一个解释,稍微偏差,因为圣经里说,照会中必须有长老 长老是生命中的长儿老者,而他的职份就叫监督 同一个人,他的生命是老练的,叫长老 那他的职份是监督,overseers,监督什么呢? 不要让地端,不要让世界,不要让罪恶,不要让不是真理的落到教会里来 也就是船在海中可以,海不能跑到船里面 今天教会让船在海中做见证,不能让海水倒灌到船里面 那就变成Titonic世界了,天大地号了,清楚吗? 所以监督就是防备,教会成为世界所沦陷,世界跑进来 这叫监督,但是这位以德纳提啊,他在解释的时候不小心 他就说,长老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带头领兄 监督就是几个地方教会的总带头,就后来变成mini shop,变成主教 监督就变成主教了,然后大大的后一个国家就变成大主教 挖一个区域,几个国家,区域就变成书籍主教 这个书籍主教,就弘异主教,最后全世界选出一个教堂 而且还说是从彼得开始下来,这些是人一点点解释错误 师之毫离,谬之千里 将来我们到了,来看所有六大宗教和今天的一些近端、极端、天端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这些深深的来研究,慢慢来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解经的原则很重要 感谢主,今天我们前面弟兄所留下的产念 最能得着整个基督罗世界的认同和珍赏 就是因为他们解经是有原则的 要不要知道这些原则啊? 但是再难,我们也要看进去 我们认真地来,第一 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尽量地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 因为神教人说话的时候,是用人的话 所以是教你懂的,尽量用字面解 等到解,解不开,解起来很古怪,很滑稽,很荒唐 这时候才要灵燃解 灵燃解意思就是说,用属灵的一光在一起 否则先要按字面解 所以明天说,认识圣经的事实就是亮光的一道 明天要先认识圣经的事实 必须尽力地按字面解 这两点一起读 第一,不论照我们看,从字面来说是不乃 若也严格地、准确地按字面来解释 才领回神的意思,不可随便并来写 在旧约以赛亚书那里说到,这位基督以赛亚要来的时候 乃是从哪里生呢? 他说并有同侣,怀孕生的神 有个同侣,都没有结婚 是个同侣,竟然怀孕生子了 所以当时读着圣经的人就遇到麻烦了 他们宇宙世界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怎么能这么解呢? 所以把这图里解释成这,解释能各种解释 哪里知道,等到主耶稣出来的时候 果然又念着圣经的话 顺念不好认识 但到时候事实是这样 还有第二处告诉我们说 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子最后一次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里他的圣经 旧约就说他要骑着驴驱子进,进了耶路撒子 但是那个前后知道 当时他要被荣耀 他要做君王的太驾驶进去 那么哪有君王做小驴驱呢? 君王当然做骑矮马,拿个刀,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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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的城门只要走进城门啊 那神的只能走进城门啊 应该是耀武扬威,前里有开刀马 后面有跟随马 中间骑的当然是巨型大马嘛 因为主来做王嘛 何善娜,何善娜 荣耀威威大外的子孙 只能被预言骑驴驱子 我学了小驴子 我骂人骂你好驴喔 怎么骑驴呢? 所以有个人一相对 不能这样解,不能这样 胡思乱想 但是还是照圣经自练及 结果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啊 按字面也太荒唐太荒谬了 你看啊,神的羔羊 看到主耶稣了 看啊,神的羔羊 然后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说祂是神的羔羊 羔羊的羊 那你说照圣是羔羊的羊 古来也是羔羊 好奇怪 你当然懂 这个羔羊是指主耶稣 成为被杀的羔羊 叫我们众人得以称义 中国字的义很好 就是羔羊成为我的贞 羔羊在我以上 所以在这里,你那时候不能 硬要羔羊 你不是看自明节吗? 所以耶稣就是 所以听我阿根都是 这是偶尔啊 幽默一下可以 事实羔羊是属灵的 被杀的羔羊 戴罪羔羊 对不对呢? 还有啊,说到 火石,对不对? 祖啊,七零,七爷 七个眼睛,你想啊,真的啊 那七人已经在那里闪烁 那不吓死了 那明天说,有个印象 明天说,印象是属灵的 说到祖的七倍的被加强了 七倍加强的感动我们 成为七零 因为时代太罪恶了 时代太堕落了 今天啊,你想想看 吸引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你看我们这些青年人啊 还敢坐在这里乖乖的 不简单耶 阿们吧 对 你想想看多少世界的事宜 光上个internet 就不得了啊,像internet通全球耶 所以internet又名internet 对不对? 就落网了 落入网魔完全被圈住了 多少人internet 结果呢,搞得了啊 神魂不离 兄姊妹 这个时代 时代需要特别的加强 那么 神要跟那么多的路灵带竞争 神要跟那么多的VCR 是吧 像你会讲VCD 那当中的CD 哇,一大堆啊 什么都有,你要什么有什么 怎样能胜过? 兄姊妹,神要成为七倍加强的灵 神的七爷观察我们 传输我们 神也传神 你看眼睛啊,多有味道 对不对? 所以眼睛是重要 主和莫吼是之为七爷 正能让祂的丰富传输给我们 你看,所以这里不能夭乱起 还有说兆卫是七个金灯台 那是不是真的七个金灯台在那里? 我们今天才有点教会 就是金灯台 不是,它是玉表 所以这时候就不能按字面节 我想也不要讲太多了 这是原则 好不好 尽量按字面节 除非解不开了 才按灵然节 第二点,很宝贝的 一句一起 一句 一句 不能一句话 你要解,要嘛都灵然节 要嘛都字面节 不能第一句 灵然节,第二句字面节 这就毁调了 比方说主耶稣说 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进神的果 他说人若不从水和灵生 就不能进神的果 那么许多解经家 就把这个水啊 灵然解成神的道 这还高明的人 还有人啊 灵然解成啊 是羊水 是在妈妈肚子里面 羊水 那解法很多 那么解成神道 好像有道理 其实是不通的 那这样的人就必要受尽了 不,首先是水 在了解我们的旧照 也表示 我们对神的顺服 那么灵 他们无从解了 当然就解圣灵 但是呢 却要到前面 来灵然节 不行 应该两个是一致的 底下也是一条 马太那里 施禁节来说 我用水给你们施禁 但是有一位要来 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禁 那么圣灵 他们就吃灵节了 是圣灵 火呢 他们想用火劲啊 所以就把我们刚做试炼啊 苦难啊 这种解法不行 这里是说到 若是我们今天 不在这里啊 安着灵 来生活 来过生活 将来我们要经过火的审慨 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功臣 都要经过火 在那里考验我们的功臣 好吧 第一 所以第二点 很重要 一句话 一段话 不能又临安静又自立 要一致 第三 一出的经文啊 不能代表 这也我很喜欢 一出的经文 一写的圣经 不能代表一个完整的真理 完整 完全的真理 需要顾到上下文 甚至于要顾到全本的圣经 所以正确的解经是什么呢 已经解经 一出的圣经 要用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 你必须都解释得通 才能定案 否则呢 就有瑕疵了 好 那底下就说 没有一个真理 是仅仅一出的经文 就能够说得完全的 所以呢 解经的时候 必须注意 经上又经的说的原理 魔鬼 若不是 不叫你 不能叫你 不根据圣经 就是叫你 单面的根据圣经 当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不能自己从一面看他 不要从他正面 反面 左面 右面 你才能整体认识这个人 一样 我们在这里看见 主的话 不是只有一面 多面 我们都要领会 当然 你看 在马太四章那里 主耶稣到旷野 受魔鬼的事态 事诱的时候 主耶稣就引诱主的话 来击退他 因为他不是说吗 哎呀 你肚子饿了 四天没吃了 你肚子饿了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赶快叫旁边的石头 盘石石头 变成面包 你就吃了 你不是很神气吗 你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马上回答他 哪是靠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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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撒旦啊 魔王力的强 你用神的话 好 我也用神的话 而且基督上才记得说 你呀 从戒笈上跳下去 神要用天使啊 拖住你的脚 你跳 你跳 你跳跳看 这时候啊 你看你用神的话 太用神的话 你用神的话 不够神的话 生命只有一面 好 我跳就跳 这一条上当 明白吗 再来一句话 他说 经上又记得说 这一句话真好 对 千万不要拿一句话 你到处啊 以为就是这个 不要 还记得经上又记得说 所以呀 撒旦以为这是他的证 经上记得说 你跳下去 他会负责你哦 跳啊 主说 经上又记得说 不可示善 除了你 是谁 担要是否 阿们 三两下 撒旦就倒了 撒旦就退去了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说 主耶稣引用圣经的话 击败他 他是魔王主 狡猾地 用经文来示诱 主应付他的对策 乃是什么 即经上又记得说 所以 下一集图 曾有平家说过 任何一节圣经 都需要整本圣经来显示吗 好 我要稍微看一点 第四说了 刚刚是说 每一节圣经 都不能代表完全的真理 但现在你要反过来说 每一节圣经 都是那完整真理的一部分 明白吗 每一节圣经 不能单由代表完全的真理 但是每一节圣经 都是那一个真理的一部分 圣经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理 不过都不是完全的真理 所以你要全面的来解它 这样解经才万无一失 在古明月的话 我先读 每一节的经文 都是圣经中 所有的真理的部分 都包括在圣经中 所有的真理的部分 第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 我们对任何一个真理的方案 都不能光明一处情节 需要对照并领导 全部圣经的方 好 主任主要第二 第二 彼得后书 一章二行 也说 预言从来没有发自能的意识 别人也根据着 不能照着预言本身的意识来解释 他就要说 这就说什么 要断断一处的预言 必须所全国的预言 来问你 才能完全 比方说 关于备题有问题 圣经里 后来造成定兄队分裂 就是备题问题搞不清楚 有人说 灾前备题 有圣经分去 有人说 灾后备题 也有圣经分去 有人说 灾中也有备题 也有圣经分去 至终 到底哪时候备题 都对 都对得不够 所以都打一打去 就分裂 感谢 我们前面聊 对照圣经的全部的时候 就说 感谢 背题是一个 长时间的过程 也需要认识 真理的全部 底下 我就能快练过去 断定一个真理时 不能牺牲 任何少数的真理 换句话说 必须尊重每一处的经节 要全部的生经节 都能够和谐 融通的时候 断案才能靠 这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处圣经 那么106 凡是对偶的俊子 各俊都是相同的 比方说 马太福音的九福 清晰的人有福了 用他们必得天神 祭革木义的人有福了 用他们必得保足 等等等等 这是对俊 前面是福 后面就是一个 运许 是一个怎么样 蒙恨的情形 这是对俊 所以就用对俊 这种很简单的原则 当然 有很多意识上 这个错误 我们用不去 第七 一起 不要 不要违背景 约束者 献入所有物 也要不违背景 而不应该圣经 成绝的利益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马太福音 主要 他是向着 犹太人的基督徒讲的 所以主耶稣讲话的时候 就用很多 犹太背景的话来讲 比方说 他说 当地人在 谈前献祭的时候 若想起 和弟兄有怀怨 你就要先去 向弟兄对付 对付好了 再来献祭 那么 听了这话 还要献祭吗 你都知道 他们 犹太人的背景 你就懂 这个意思 献祭就是 来和神有交通 当你来和神有交通的时候 你发觉 你根源 有故事 你就有障碍了 这时候 你就要打个电话过去 弟兄 对不起 我昨天 我这个话讲的不准确 有一点得罪 请你赦免我 你看 你一讲完 再来祷告 顺畅起来了 清楚吗 这就是这里的原则 为什么有这个背景 不要为这个背景所陷入 约束而陷入错误 也不要不明白背景的 而失去准确的意 这背景是对犹太人讲 所以有这个背景 但是准确的意义是与神交通 那么受约束而陷入错误呢 有人就说了 你看主耶稣都说要献祭 所以奴弟兄 明天我们两个一起到酒会所顶楼 我们稍微谈 祭个谈 祭祭 这下麻烦了 你把旧约拉到新约了 清楚吗 这就是背景 不要被淹约束了 你会说就是这样 主耶稣说过 所以要献祭 主耶稣说守安息日 安息日怎样 那事实上 3月11日这件事 主耶特别讲 我是真安息日的主 我是安息日的主 这些都是背景的东西 我们要留会 那第八面呢 就说到 圣经里面 神对人说的话 必须注意时代的分别 它有时代不同 不可以把律法时代的话 典会到恩典时代 他说今天很多的修路团体 就有这个难处 他把旧约的律法时代的 背景拿到新约来实行 像最明显的 就是很有名的安息日会 安息日会 主日早上不去会 他们是礼拜六晚上在聚会 礼拜六主 为什么呢 礼拜六是他的安息日 他们说 圣经说要守安息日 我们怎么能不守呢 事实上 他把背景都说 那时代的背景 是对旧约讲的 到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就用安息日做事 但是呢 就代元不守安息日 他在安息日 那个什么 掐碍碎 在安息日 治病 这时候啊 好多人都气了 你怎么违背安息日 安息日治病 那主说 神所注意的是人 人得拯救 人得保足啊 如果是你安息日 有一次养教到坑里 难道你不把他拉起来 等他再来饿死摔死吗 但是人啊 宗教观念就要守这个东西 安息日不是叫你守的 安息日是叫你安息的 安息日是叫你享受的 他说大卫啊 那时候 安息日做的事 你不知道吗 他说 安息日可以做 我为什么不可以做 为什么呢 我是真大卫 神圣经约伏 我是真大卫 我是利律法的那一位 安息日是我利的 因为他是神嘛 而我告诉你 我是安息日的主 你们当父我的恶 学我的要事 我的干子是精神的 我的恶是荣誉的 跟着我们就安息了 这些都是啊 我们要领会 像安息日会 这个产生啊 就是真理上的讲究 有没有差错 还有今天你去看看天主教 还有你去看看 所谓的希腊这部教 我到恶果的时候 看见很多 他们呢 到现在说 穿的袍子 我们的旧约祭司很像 是学旧约的祭司套 这也是把旧约拉到新约 弄到共疗 就变得很宗教的一文 那圣经里 主耶稣说 在新约里 我们是凭着 灵和真来拜祭 这些我们都要认识 否则会造成这种偏差 不敢说是绝对的一关 至少也是相当的直观 对不对呢 再来烧香点灯 也是一样的 也烧香点灯 等等 后面的秧 请啊 拿下 第九 我们就知道一下 必须注意 圣经中的说话 对象不同 神对人说话 最少有三种人像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犹太以外的外邦人 还有一种呢 叫得救以后的真犹太人 我们是得救以后 属天的子 犹太人 是地上的沙 基督徒称作天上的心 所以这个有分别 有的圣经的话 对他们讲上 在马太福音里面 说到啊 当啊 主来的时候 你不要啊 怀孕和乳孩子的游祸 等等等等 那是指得在犹太人说的 指得对犹太人说的话 这有时候要分别 感谢主 下一回我们就要介绍 恢复本圣经 好处就是 它有非常正确的断定 写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会陷入网络 下一回我们还要介绍好几种版本 包括一个叫祈祷本 祈祷本 祈祀引导 那我们也会把他的优点 和他的弱点都演出来 最后第十点一起读 旧约的人事物 若是天中未定所是律表 借尽时就无可当作律表 只可借用作律律 什么意思呢 他就要说 旧约里面 所有的人事物 若新军没有提起 它是律表的 你不能当作律表 有提起就可以 只要说过红海 圣经能讲 那是指的寿经 寿经的律表可以讲 欲与累劫的高阳被杀 是律表主救恩 主的被杀 这就可以 对不对 利买家 或者是 谁律表京都 没有 约戮 色埋 约 主 哦 约 约 约 有的 我们至少要知道,原来前面地球是这样花功夫,在两千年的传承里面,所以他们的结晶就变成非常的准确,免得造成的偏差,这就是主的恢复,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神说话了,我们认识圣经道理是怎样的一本书,然后说到圣经的总纲,能不能记得全本圣经讲什么? 我们讲,神计划创造,撒旦被害破坏,破坏,人破坏失去,基督救赎解答 神呢,他先计划,然后照着计划来创造,撒旦呢,就首先被害,第二个破坏,人呢,一个撒旦破坏,就墮落而失去,然后呢,经过来了,怎么样? 救赎来,救赎来,建造,基督马,我们多么的人,失去的人,拿回来,救赎来,建造起来,成为新夫,成为信念如下人,大家看看,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你,要看我们得说你活的话,要保背这些话,谢你,我们认识解经的原则,我们前面应用是这样的老虎,用我们今后的解经,按着这些原则,谢谢你,要保背你的话,真是争赏你的话,谢谢你,要祝过我们,正是真赏你的话,谢谢你,好好救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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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赎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